中文冷知识 没想到方便两个字也能让外国小课清分 我们有中国的留学生在盖洛大学 然后呢我跟他们一起去公园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要去方便一下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方便是什么意思 我去问另一个朋友方便是什么意思 他就跟我说伤洗手间的意思 然后过了很久大概几个月吧 我们要准备那个比赛 所以老师在电话说 小龙你带那个学生然后就是来我们家我们那个训练吧 然后我说老师那我什么让我去比较好呢 那我说你方便的时候过来 然后当时我进到我真的傻了你知道吗 我说老师啊我方便 我只能在我们家方便 那么我想问你方不方便 等方便玩吃个方便面是什么意思 你来回答一下